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走出国门去看看 或留学或投资或资业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 购买海外房产 已经成为国人对外投资的准则之一 在众多的海外房产选择面上 离国人较近的新加坡 成了诸多高净值人群的首选 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 在新加坡置业的门槛并不高 新加坡的平均房价只有香港的一半 与国内的一线城市相比 也相差不多 加选新加坡没有遗产税 没有房产增值税 使得在新加坡持有房产的成本非常的低 另外 新加坡的投资环境也名列前茅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商环境报告中 新加坡连续8年稳坐亚洲榜首 新加坡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 以转口贸易和金融中心而享誉全球 吸引外资是基本国策 所以无论是对个人还是企业 都创造了一个高度开放的投资环境 在新加坡资金可以自由地流入与流出 不管金额多大 只要您向政府申请 并且理由合理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本都会予以批准 除此之外 新加坡各方面的税率都极低 这里没有遗产税 没有资本利得税 让您的资产真真真正得以传承 这也是为何除了像李年杰 成龙这样的国际巨星 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这样的大型集团 也开始在新加坡购置房产的原因了 最重要的是 新加坡与中国贸易密切 作为一带一路在亚洲最重要的支点 中国在新加坡投资了大量的资金 在所有一带一路国家中 新加坡是最适合投资的国家 除此之外 新加坡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 这里有着花园城市的美誉 地处热带 雨水充沛 绿意昂然 绿化覆盖率一直在50%以上 园林面积更是占了国土的1% 而且这个花园还特别的干净 在全球最干净城市排行榜上 新加坡是唯一入选的亚洲城市 新加坡不仅环境优美 在生活上也能完美对接 得益于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 就算您完全不会英语 也不用担心在生活上有什么障碍 而对于想把孩子送出国门留学的家庭 新加坡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里的教育 特别是基础教育 全球突出 如果您愿意的话 新加坡的小学和幼儿园 也是可以接受国际学生的 得益于新加坡特别注重的英才师教 和双语教育 让新加坡的基础教育能密压欧美 这也无疑是最适合孩子成长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还拥有完善的医疗体系 这里有众多的国际认可的医院 为新加坡提供了顶尖的医疗技术 和良好的就医环境 最难能可贵的是 大部分的医生和护理人员 都能熟练地使用中文与您交流 如此多的优点 您是否有些小心动了呢 那我就再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吧 在新加坡 哪怕是外国客户 也可以申请高达70%的贷款 而且绝大多数的银行 利率只是1%左右 除此之外 新币对人民币的汇率 也长期处于历史低点 由原来的1比5.34 到现在的1比4.76 这绝对是您入场的绝好时机 今天就与我们预约吧 希望很快能见到您